Hello 大家好 我是韋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9月14日的改版更新簡介 沒錯 雖然今天15號 沒辦法 昨天維修拖那麼晚 然後外加呢 跟你們各位說個故事 我們的藤原拓海開著86過彎 你們的韋恩填海 開著88 直接填海去了 溫卷居然翻車了 測試版的溫卷翻車了 要再開一次 Oh my goodness 說好的正式版昨天上呢 好啦 今天應該沒問題了啦 應該沒問題了啦 晚點 晚點應該就會在社群貼文看到了啦 拜託各位救救我 救救我 大概是這樣啦 那就來講9月14日的改版更新簡介吧 那新增泰坦神佑小路 那基本上1跟2就是在講同一件事情啦 那神佑小路呢 兩個字 人權 人權 新的人權 這樣講各位應該懂了齁 我想一些詳細的應該不必多說啦 兩個字啊 人權 這樣各位應該就了解了這隻角色的重要程度啦 神佑角色已經滿久沒有這麼強勢的一隻角色 女王剛出來很強勢 是她那時候的傷害 畢竟 傷害上限還是有的 下限雖然是跟沙琳一樣啦 老娘整場就都不暴擊 你想怎樣齁 下限雖然是很恐怖 但是上限很高啦 那但是 跟後來的角色一比 她好像 算不上到非常人權 然後神牛 神牛有著前期可能被秒的風險 遇到要是對面攻凶 你衝進去 有可能被秒啊 你的方還沒疊起來就被秒啦 雖然說她的控制能力跟輸出能力很驚人 前幾天群裡面有人貼了一張圖片 為什麼神牛可以打得跟我的輸出一樣多啊 因為你把戰鬥時間幾乎打滿了 神牛的傷害 講難聽一點啦 因為她是打AOE的 很片面板 很片面板 人家一次打一個人 神牛一次敲四五個人 所以那個傷害有點騙 我只能這樣說啦 那小鹿就是有著強勢的開場控制 新的人權 反正各位就自己斟酌一下啦 那時空秘境 10月7號 異界山 9月16 明天耶 明天耶 最近的公告都這麼趕的 是不是 明天開 異界山 兌換更新 10月1號 9月14 全能騎士 榮耀皮膚開賣 那這個榮耀皮膚我沒記錯的話 我沒記錯的話 算是蠻強勢的一個皮膚 補上一個蛋酥 從沒有泰坦來講 不是跟泰坦比來講 這個皮膚來講 是算蠻強勢的 但是現在是泰坦時代 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 所以這個皮膚有用歸有用啦 但是就是 以平民英雄來講 有用啦 10月23 新賽季 新的迷航塔 那我沒記錯的話 對啊 寶藏是萬象球 寶藏是萬象球 那就是這個迷航塔 這個迷航塔 好像陸服那邊 有說 這個迷航塔規定 不能使用泰坦英雄 嘿 不是吧 策劃 不能想不到心梗 你就這樣找人麻煩耶 迷航塔呢 好像帕塔 就是他的名單啦 他的名單 全都不是泰坦英雄 所以 他的難度應該是有做過調整吧 不會跟我說泰坦難度 然後要用普通英雄打吧 有那麼白痴嗎 然後萬象球 萬象球 不是沒有消息 是我最近沒有空去找 我最近沒有空去找 所以我也就跟 之後看有沒有看到 我們再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雖然說之前我在群組裡面有 有PO過一張了 有PO過一張疑似名單 我先找一下看找不找得到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PO一個疑似 疑似名單 那個誰 那個 那個我看一下齁 我邊找我們先繼續往下看 那一樣就都是一些 那個競技場跟賽季塔的公告 那冷環精華上限再上修 為什麼呢 每一梗 哎就是這麼簡單 每一梗就是這麼簡單 那風行松鼠兌換活動 將會在9月16開啟 那風行松鼠這隻紅蟲 我就先跟各位講了 兩個字 長柱 他是長柱紅蟲 在別的轉蛋遊戲聽到長柱腳 可以歪嗎 有機會歪 那強度不在線就不一定要抽了 反正之後都歪得出來 那風行松鼠強度在線嗎 不在線 不在線 完全不在線 所以風行松鼠沒有必要特別去換 而且他的技能 他的技能不曉得是敘述有問題還是有BUG 明明敘述跟盜賊姑娘差不多 但是實際效果跟盜賊姑娘比起來差很多 所以我不曉得他的敘述上出了什麼問題 敘述跟盜賊姑娘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不曉得什麼效果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是風行松鼠不用特別去換 畢竟一來長柱二來不強 問題修復 永恆試煉30層的BUG 不曉得什麼意思 我打了就沒遇過 沒遇過 導師系統經驗加成係數 所以我說 其實會當導師的都是好人 老子都本福第一過了 我還要理你們這些新手 人真好人真好 這半年內我大概收到三次人家說 可以跨服當我導師嗎 讓我舔一下經驗值 然後我一看 為什麼沒有導師資格啊 好久遠以前的東西 我看一下導師資格是什麼 競技場第一 我勒 認真啊 如果真的要讓人家善用這個導師系統的話 可不可以改一下資格啊 競技場第一是什麼啊 而且我也不是沒有競技場第一過啊 那時候大家洗鑽石的時候 就有互相讓位 讓過競技場第一 我也拿過啊 只是導師系統在那之後出 他沒有往前追溯啊 他是出之後要第一啊 爛 爛東西爛東西 好 那我這邊手邊翻到資料了 這一次那個 萬象球啊 萬象球疑似可能會加強的對象 分別是鐵凱琳組 元氣少女 山羊騎士跟幽冥術師 元氣其實不弱 元氣其實本來就不弱 但是在現在這個 就是當他那個盾 當他那個盾的機制改成 打超過一定量不反彈 那個就真的很北齊 那個就真的很北齊 所以變成說 除非啦 是能大大增加他的血量上限 或者是再給他拿到 再給他拿到更多開盾的手段啊 因為他現在很多時候是盾被打 很多時候是盾輕輕鬆鬆鬆就被打破 然後補不上下 等不到下一個盾 然後人就沒了 那鐵凱琳組 鐵凱琳組整體來講啊 就是一隻進攻性太低落的角色 進攻性太低落的角色 沒辦法實在是 這個角色從基礎上就比較弱勢啦 不能說爛 但是從基礎定位上就是比較弱勢 太被動了 那幽冥術師 幽冥術師老實來講就是那種 你沒有就是很標準的輸出 你沒拉上去沒有用 尤其幽冥術師的大絕 單下傷害沒有特別高 因為他跟巫妖一樣是利用 是利用在小範圍內重複作用來達到大額傷害的 對 那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法師 也不能說傳統啦 半打半控的法師啦 那大絕就是 其實就跟巫妖老實說就 換個方式展現 但是定位基本上是一樣 就是半打半控 那打傷害部分是利用機制呈現的 所以看他怎麼加強吧 看他怎麼加強吧 其實我老實說 我目前也是沒有想到 幽冥術師要怎麼加強啦 那最後三陽騎士 這個我懂 這個我懂 啊那個先加個命中啊 先加個命中啊 然後加個爆傷啊 然後最好是 再加個誤穿啊 然後最後啊 可不可以把三陽的傷害係數 再往上去一點 再往上去一點啊 老實說三陽最大問題就是 命中 命中不足 然後以當前來講 以當前來講 傷害低落 以當前來講傷害低落 以當前來講傷害低落 就是他那個飛斧一來一回 對當前的那些稱作是鬥士啊 坦的角色來講 已經沒有什麼威脅性了啦 已經沒有什麼威脅性了 而且重點是 現在的三陽在喝不到酒的狀況下 超軟 超級軟 所以改三陽不外乎就是給他更多的傷害 那命中基本上 沒意外應該會給吧 莉莉絲你不會不給三陽命中吧 前面都給了是吧 齁 然後最後就是 看莉莉絲啦 是要 改善他的大絕的輸出方式 還是 給他更硬的體質吧 齁我覺得啦 應該會從這幾個方面下手啦 我猜啦我猜啦 齁 對啦大致上是這樣啦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好進遊戲展示的咧 全都是預告咧 沒有什麼可以看的咧 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 都給大家按讚按訂閱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或是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瑋恩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咯 掰掰 拜拜